大家好,欢迎收看大胆赛马频道 今天影片和大家说明天1月5号 星期日,沙田日赛心,喜欢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订阅频道 按钟仔,有新片通知你 订阅方法很简单 每条影片右下角都有订阅按钮 按下去就可以订阅到频道 明天赛事将会采用沙田的私家三口道 十场赛事,七草三泥 头场开跑时间是12.3 密切留意 深水有三场可以跟大家说说 第二场五班泥地12米 三号马自由旺就一定要 首先留意 减分减到五班 其实上次也有推介 二档打算拼他走掉 回来断得很快 顺势减了那两分 可以在五班出赛 继续用黄浩南 其实上季尾也是 一落到五班 立刻在沙田千二米 就赶了一场 这次泥地 其实泥地也没所谓 在几季前泥地也是赢过的 当时也是五班 韦达奇 还要十一档 其实跟这次形势是接近的 排了十一档 没有有怕的 前速足够 黄浩南一开门就跟他起势 链上去就可以了 但最重要是 在弯位前贴着篮 来放 有机会带到的 尤其是泥地赛事 没有得追 尤其是五班 尤其是这些跑法 经常都是这样 这些跑法是得到好处 所以 自由王就需要看实 这场 再来第四场 五班千四米 二号马盛世 就不能不选择了 这些马 叶楚海好像心爱那些 一路安排减分减分 由48分一路减分到38分 去到五班 就跑回首本路程千四米 用回赢马拍档潘顿上去 心态非常明显 这些位置想交代 潘顿迷门 大闸又有 单跳也是摸住的 备战状态 准备功夫也做齐了 这些五班马 找打找窄 每次都是減到来 做升降机 上去四班 坐马监 这些形势比较单纯的赛事 可以选择这些马 就做重心了 再来第八场 三班千四米 保粮局杯 精简最好又出 又是推介这一只 施加三跑道 这些跑道摆前面走 占尽形势 看着上次的影片 一边看一边说 上次也是初上三班 背着一个轻一点的绑 李敬角 够前速的 推了出来先 排着中外档 不是说内档好 这只马 有足够空间 让他上前放头贴栏 最适合他发挥 去到这里就已经出来了 这次放得不是特别快 也叫做按住 其实他放快一点也没所谓 他给你烧他 他可以再快一点 但是你不上来烧 自然可以轻松地放 所以回到来 在直路早段也不用很早骑 还是保持着 其实马都保持着走势 一直到200 才开始骑下去 就撒开大步 把你的马弹掉了 你后面中芯美丽那些 刚刚上星期日再出 1月1日再出 都上到名的 水准是非常OK的 这些马三班 按住 都没需要 骑下去 都仍然保持着 领先优势 还是去到200 你见过 看清楚后面 有马上来 150 开始 坐下去 推两下 都不用打边 仍然保持着 仍然保持着 到终点 中芯美丽的 只有追字 完全威胁不了 前面精简最好的 头马 优势 看他 撒开大步 越骑还有大把 在手 成熟 这些马开始 表现开始 走入稳定期 所以姚本辉 趁着这些马 真的好 像高大威马那些 立刻充充再出 就真的不用跟你 留下 这些一季 跟你持有多长 有多少 去多少 前面 其实 再享其成 会和他烧一下 最多 但是再享其成 上次推介过 看他断得很快 似乎 状态差一点 还有前速 也没有以前那么快 想着他上次 可以放快一点 但是 他也不是说 放得特别快 还要十当 这个精简最好外面 看来也难点 就是说 可以挑战他 拿篮的走势 拿不到篮 对他自然来有影响 元朗之星 其实都可以 但是 赢完马 加了一磅 一三三磅 限配 我觉得 拖着也OK 但是 玩胆 精简最好 相对 会好一点 相对 始终摆前面走 而且他的实力 似乎还有上升的空间 元朗之星 其实 拖了两局 感觉上 好像完成任务似的 上次8.5倍 国际赛日交代了 128磅 都跟着中前踏的位置 上次都能吃到他 但是这些 似乎吃完一场 走势会不会保持到呢 加重磅会不会有影响呢 就真的要再临场跑过 你才摸到多少 两只马没对过 就真的 未知那个 底运跟两只差多远 但是照看表面 形势 精简最好 没有赢 都一定有一条Q 能捱到给你的 所以 先选他 这场 三场深 所以说过了 希望明天大家 顺顺利利 赢马而回 多谢收看